現在進行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含有關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作為 及紓困振興事宜並與報告並被執行 請行政院蘇院長報告 蘇院長請 感謝 游院長蔡副院長各位委員先進 今天是貴院第十屆第一會期開議 曾昌應邀以及憲法率同行政團隊前來做施政報告並備詢 深感榮幸也知道責任重大 首先要恭喜各位委員 歷經民意試煉進入國會殿堂 未來四年自判 歸我兩院以民意為先 分工合作 胡國立民 過去幾年還在蔡總統領導下 行政團隊一棒接一棒 怕病 歸嚴朝野黨團通過諸多福國立民的法案 中央地方合作 政府與國人共同努力 堅守國家主權與民主自由 經濟走出停滯 一年比一年更好 政府多過加薪減稅政府利 更照顧幼兒 長者年輕人 保障弱勢 也吸引國內外大廠加碼投資 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會 促進臺灣區域金融發展 讓國人安居樂業 去年裡中國武漢出現不明會員兵力後 疫情迅速擴散 臺灣身處防疫的第一線 為確保國人安全 政府自去年12月31日起 第一時間就率先全國 針對武漢直航入境的班機 進行登機檢疫 並陸續成立應變工作小組 加強疫情監測跟邊境管制 公告法定傳染病 提升旅遊警示級別等措施 1月20日在國內未有病例前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三級開設 以利整合防疫資源提早部署 隔天我就到桃園機場 視察防疫情形 並要求落實入境檢疫工作 同一天藉由登機檢疫 及時發現國內第一起境外移入的確診病例後 隔天就暫停國內旅行團前往武漢 23日武漢封城有建立中國疫情的不透明 春節年假又來臨 當天本人就到疫情指揮中心 在聽起檢報後宣布改為二級開設 並指派衛福部城市中部長為指揮官 疫情中心依疫情發展 逐步調整各項措施 同時徵用頻道宣導 也透過記者會 每一天最及時向國人報告 最新疫情跟防疫措施 以安民心 疫情爆發到今天 中國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七億萬五千多人 死亡達兩千多人 國內二十四名確診 政府嚴正以待 更全力整備防疫資源 為了讓國人有口罩可用 一二十四日起 就禁止醫療用口罩出口 現在全世界的國家 都跟我們一樣 禁止口罩出口 都在搶買口罩 而三十一日起 更由疫情指揮中心統一徵用調度 調控價格 並未顧及公平性 急迫性 讓國人都買得到口罩 二月六日開始 實施實名制 用健保卡插卡 可以購買口罩 更動用一倍金 一億八千萬 來擴大產能 增設六十條生產線 現在產能日有增加 預計到三月初 可以到達每日一千萬片以上 隨著口罩產能提升 從昨天開始 我也要求台九台塘公司 擴產平價防疫酒精八百萬瓶 以印需要 並且把每天的檢驗量能提升 由原來一天五百件 達到一千兩百件以上 正因為我們提升 所以我們也加強各方面的檢驗 並且對於社區防治也特別要求 對於居家檢疫失聯上禮指定出所者 余力從重處罰 這幾天政府並以提升的量能 回收檢驗 所以發現了五名同一個家庭的感染者 也更啟動加強社區的監測 擴大採驗的範圍 再另外 我們2月3號 從武漢回來的專機 我們除了一位確診外 其餘的246人 經過我們有效的醫療照護 已經在18號解除了隔離 都平安回家 在下個禮拜二 25號我們各校及學校就要開學 政府也提供足夠的防疫物資 同時也會藉其特別傷勤醫師到校園 教導孩子什麼時候用口罩 如何才是正當使用口罩 並透過孩童回家也進行和父母的溝通 讓父母也都能了解 我們會秉持去年防疫 防治非洲豬瘟的決心跟效能 我們一定會絕症首能 全力保護2300萬國人的健康 政府不但是針對防疫 更要做到紓困 而且要藉這個機會振興 三大方面 三大方向同步進行 除了優先防疫外 針對受衝擊的產業 我已經指示各部位要提出完整的紓困跟振興的計畫 不只要雨露均沾周到周遠 同時要立竿建議要求效能 並且在中長期振興跟轉型 也會藉這個機會幫忙產業能夠提升體質 在疫情結束後 我們希望帕等秋國點得用 金子一億台灣變得更強更好 政府也採以緩計劑的方式 對目前防疫在大院通過特別預算前 我們就依災防法規定以緩計劑 但對於相關的公共建設各方面 我們也希望記取2003年SARS的教訓 我們不能延緩 還要加強加大加速公共支出 另外昨天行政宴會也已經通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送請貴院審議 恳請朝野各黨團 各位委員先進全力支持 謹述予以通過 我們也會在最快時間內 編列提出特別預算 再送請軍院審議 曾經常非常感謝所有在不同干位上 為防疫努力的每一位國人 包括疫情防疫指揮中心的各部位同仁 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在關口檢疫的人員 協助居家隔離的行政人員 村里長警察人員 還有讓這全世界唯一的實名制 火灶能夠順利上軌道 是有那麼多在生產線上三班24小時不停的增加生產 有那麼多的國軍弟兄幫忙人力 有不計勞苦 在路上奔波地送的郵差 有在藥局提前要來分配包 分各種口罩數量 並且寫號碼牌 維持秩序 讓國人通過健保卡插卡 就能買到口罩的藥師 藥師和藥局工作同仁 更有很多工程師跟鍵盤高手們 他們來做各種地圖 可以讓國人用最先進的科技 看到各藥局的口罩數量 以利前往購買 我們更看到國人展現高貴的情操 特別花起你先領 OK 這種活動 讓口罩給最需要的人員 我們看到台灣人當時疫情衝擊之時 我們看到全體國人 齊心合力 面對困難 大家團結一心 而且展現高貴情操 應該是全世界第二產的國家 就是中國第一產 我們變第二產 但一直到今天 我們看周邊的國家 無論是日本 新加坡 韓國 香港 我們都看到 說疫情非常大的衝擊 而我們台灣還鎖住第一關 非常的感佩 國人的努力 也正因為我們在這次的防疫作戰中 善用科技防疫展現高效率 包括實名制口罩上路 健保 勾氣豬 出國時 九個小時內 就能夠確認 保平信號郵輪的檢疫結果 並且開發 入境健康生命級居家檢疫電子化系統 讓後續的機家檢疫無時差 也因為台灣展現的能力 效力 和國人團結一致的努力 讓世界各國看到台灣的重要 也看到台灣在防疫上展現的能量 所以這一次在WHO相關會議上 有許多國家為台灣仗義指援 同一個時間 我們也看到中國一再的阻撓 甚至對有我國家的花眼 還惡意阻擋批判 更在這種時間 還派中國軍機繞台 令人憤慨 也引起台灣人民的惡感 所以我們也看到 唯有台灣團結一致 自立自強 我們不但能面對疫情 也能夠面對 中國對我們的壓力 台灣才能在世界上 佔有一席之地 台灣才能繼續做下去 台灣國際主境艱難 此時此刻 唯有不分你我 大家提任道 我們都是港國的 行政院全力守護 國人健康 也讓民眾感受到 有政府會做事 會照顧 請安心 自判貴院全力支持 國人同心協力 相信只要我們團結合作 一定能夠讓台灣平安 順利渡過難關 就以上武漢會員防疫機制 連同行政院近期施政 均備有書面報告 已經送達貴院 以下僅就近期施政成果 及未來展望 而要報告 在政府及國人的努力下 去年第四季 我國的經濟成長率 達到3.31% 連續四季攀升 為近六季以來的最高 今年經濟成長率 也上修到 全年的經濟成長率 也上修到2.71% 是穩居亞洲四小龍之首 這是很久以來所沒有 蔡政府上任以來 股市上萬點 已經超過880多天 去年 國內上市貴公司的總營收 突破了34兆元 為歷年的次高 去年來台灣的觀光客 達1186萬人次 連續三年 創下歷史新高 而 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刻 政府審時度勢 把過去已經做好的 投資環境改善為基礎 推出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為台灣帶來 超過8700億的投資金額 實際到位的資金 已經超過2400億元 創造超過72000個就業集會 而感謝貴院去年通過 境外資金匯匯管理條例 實行到今天 財辦年 已經貨幣的資金 已經核准匯匯的資金500多億 其中 實質的投資金額也達180億 不僅增加稅收 也為國內經濟注入活水 今年一月 5G頻繆的視照 已經完成第一階段的競標 台灣正式邁入5G世代 將帶動產業生活及公共服務的應用發展 政府也將強化5G基礎公共建設 縮短數位落差 善用科技造福更多的國人 在推動轉型方面 確保穩定供電 在105年5月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備轉容量率 只有1.60% 但從去年6月以來 我們天天都維持備轉容量率 10%以上 備用容量率更在15%以上 供電無語 而去年9月2號 太陽能發電一度達發電量的5.8% 超過核二或核三長兩部機組的發電量 去年11月 台灣第一座大型離岸風電 海洋風電22次風機 也已經啟動並投入商轉 未來台灣將成為亞洲的力能發展中心 在提升農業業 國際競爭力方面 我們推動有機農業 會再度行銷全世界 當年在還沒有發生口意提議前 我們一年光銷日本的豬肉產品 就達到550億元 我們很期待 這個成功後 又為台灣會創造更大的產值 在農業產品外銷方面 去年的出口量 外銷總合都雙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 生鮮鮮水果的出口成長率更高達42% 我們也不斷地擴展不同的市場 像巴勒削美國 全世界是唯二的國家 另外一個是墨西哥 像蜜藻削韓國 全世界只有台灣做到 在明年冷凍 冷鏈物流中心 建設完成後 農業產品的出口 農業民的收入 都一定會再大大提高 我們一方面 拓展國際觀光客源 二方面 擴大國民旅遊市場 去年陸續推動的多次的國旅 國內旅遊獎勵計畫 合計創造了500億元的經濟效益 另外 在去年的10月 我們打破了幾十年來 對山林政策 採用管 採用黨的政策 我們結合了15個部會 大家討論 並和民間山友請教 和這一方面的達人協商 我們推出向山致敬的政策 獲得500萬山友 大力的肯定贊賞 而也大大的開放山林 讓民眾 讓台灣人 讓年輕的一代 勇於冒險患難 增強體魄 增強國力 而今年 我們也將推出 吉良山脈旅遊年 大力推廣台灣的山脈旅遊 而為了讓年輕人 母子 如果有地方走 可以安心去上班 去做工 政府的育兒預算 從105年 150億元 成長3倍 到450億元 並將擴大 發望 0到4歲 育兒今天 大量增加 平價投育中心 與幼兒園的供給量 使得去年 35歲到39歲 的女性 勞參力 首度突破8成 今年夜起 針對2到3歲 尚未進入幼兒園 能由保母 或托嬰中心 照顧的幼童 我們也提供 同樣的 托役補助 未來將逐年 再擴大育兒 補助的範圍 跟金額 讓年輕的夫妻 能夠減輕育兒的負擔 而長照 預算的規模 也從105年 不到50億 成長8倍 已經來到400億元 為了減輕 住在長照機構的 長者的家庭負擔 去年10月 政府花給 每人每年 最高6萬元的補助 今年報稅的時候 也將再新增 12萬元的 長照特別扣除 未來 我們也將再提高 長照經費 讓更多的長者 能夠享有 在地化 優質評價的 長照服務 為了照顧弱勢 及青年居住需求 除了新辦社會住宅 更獎勵大學 興建學生 暨青年的社會住宅 讓學生畢業後 可以續助以 放心求職 今年 去年9月 推出的 單身青年 及婚禮家庭的 租金補助 緩應熱烈 今年起 將再換官 申請的標準 名額 由原來的2萬名 增加到12萬名 另外 也提供弱勢學生 校外租屋補貼 今年起 基本工資 老農金貼 國民年金等各項集務 以及多項的社輔金貼 均將有所提升 照顧農漁民 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收入 完善提供保障 另外 農民的健康保險 農業保險 值災保險 補助漁船定位 漁獲回報的通信費 政府都大大的加碼 而購買大小的農機器 調贈回料價格等 今年再推出 農地農用 產銷履歷獎住 小農加工管理制度 也都已經上路 而去年10月 板星二期供水計畫 通水已經達成了 雙倍供應回萃水 的目標 政府會持續推動 多項重大水資源建設 讓調度更具彈性 民生及產業用水 更穩定 在產業園區方面 去年底 行政院 分北核定 高雄大林埔 橋頭園區的投射計畫 將投入1500億元 取得近500公頃的產業用地 兩個完成後 每年可創造2500億元的產值 增加28000名的工作機會 而嘉義 馬仲厚的園區二期工程 已經動工 我們也會加速南科三期的擴建 在道路建設方面 西平快速道路 南回公路拓寬 蘇阿改 都已經在去年底 今年初完工 通車 另外 在軌道建設方面 南回鐵路電計畫的潮州網條段 也在去年底通車 而南回段 今年底也將通車 我們也會接續推動花東線 台中海線的雙軌化 加上高鐵南沿屏東 建構西部高鐵 東部快鐵 串連環島的軌道網 在捷運路網方面 北部地區的黃站線一期 一月底已經通車了 二期的南環北環 預計明年也要動工 東環的可行性評估也已經核定 鎖都黃站線將陸續到位 而台中捷運綠線 也渴望在今年底通車營運 而為了妥善照顧邊鄉的居民 優化邊鄉醫療的精進計畫 鼓勵齊滿的工衛醫師留任 提供緊急醫療的後送服務 推動遠距醫療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都是我們持續努力 而文化新國是我們要努力的一款 今年政府的文化預算 已經破四百億元 比較起一百零五年成長的四成 如果單就文化部的預算 今年已經提高到一百零五年 遠遠的高出 成長了七成 而去年十一月掛牌的文策院 未來也將結合影視音 圖文動漫遊戲等產業 而組成國家隊 政府在兩個五年計畫 兩個百億支持下 促進文化內容產業的加值 國家電影文化中心 預計在明年底完工後 強化影視聽文化影音資產的典藏修物 台北高雄的流行業中心 也將在今年完工啟用 另外我們對於原住民族語言附贈的預算 也大大增加 並且也將 就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在明天成立 負責推動主語的發展 而今年也將擬定國家客家發展計畫 全方位的建制公共的環境 同時預住經費 吸引人才回到客庄 中國對我們的文工武嚇 從介入滲透 從未間斷 看到去年下半年 香港局勢的惡化 更加證明 我國堅決反對 一國兩制的立場是正確的 今年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也再次看到 也再次讓國際看到 台灣人對民主價值的堅持 對民主自由體制的堅定信念 跟維護 未來將秉持 政府將秉持蔡總統四個必須的原則 開啟兩岸良性互動 而去年 適逢台灣關係法立法40周年 台美關係可以說是歷史以來最好 我們也會持續推動 以國際合作 包括推動新南向政策 與相關國家建立緊密關係 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 台灣的民主自由深受國際肯定 為建立民主防衛機制 今年1月反滲透法公布施行 我們也要堅定的維護台灣自由民主的體制 跟憲政的秩序 另外我們持續落實 國際國造國建國造的國防自主 也非常感謝貴宴支持 讓新式戰機採購特別條例 跟特別預算 以最快的速度三度通過 使得國軍能夠快速強化空防的戰力 維護國家的安全 去年政府推出照顧人民措施最多 但國家財政依舊相當良好 去年中央政府歲數歲出剩餘1197億元 較前年又增加歲計性以近90億元 是連續三年以來有剩餘 連續兩年剩餘超過千億 這是蔡總統一再堅持 堅守財政距離 在減債方面 除了法定債務還本835億元 另外還額外多還了50億元 扣除特別預算的取債 實質減債也達455億元 是連續兩年實質減債 也是近20年來所第一次看到 去年勞動基金收益數也比105年成長3.3倍 加上國保退伍基金 去年政府在三大基金獲利 共達5737億元 也創下歷史新高 政府規劃有眼見 決策有魄力 執行有效率 讓建設齊頭並進 同時也帶來好稅收 並嚴守財政紀律 加薪 減稅 征服力 國家財政能能維持穩健 這就是有政府會做事 各位委員宣進 國家只有一個 只有團結 才能讓台灣更好 曾章會持續要求行政團隊 實時以國家為念 減政變民 服國利民 讓經濟更繁榮 社會更公平 人民更幸福 獲止台灣實力 守護民主國家 自判歸我兩院 其所中央地方其心 政府民間其力 匯集社會能量 團結台灣 克服各項挑戰 讓國家繼續大步向前 特別肯請委員先進 不令指教 與支持 並祝福大家 健康 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蘇院長 謝謝蘇院長提出精采的報告 在進行執行之前 先做兩項宣告 謝謝蘇院長 謝謝蘇院長 謝謝 ti